虎年一大笑话就是英国不尊重中国主权 但又叫中国去尊重英国主权 今年是中国和阿根廷建交50周年 阿根廷向来和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 也就是英国所谓的福克兰群岛有主权争议 但中国一点面都不给 在关于深化中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 重新支持阿根廷在马岛问题上完全行使主权的要求 英国政客当然是生猪 爱上卓慧斯还发生建盘战事 在Twitter上咬牙切齿 声称完全拒绝任何有关所谓福克兰群岛主权的疑问 还要求中国必须尊重英国主权 谁知惹来中国日报社欧盟分社社长陈慧华的留言 但英国就可以派军兰来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 至少中国还未派海军去马岛附近 或者你所说的福克兰群岛 以皮之路还尸皮身一击KO 重要事情当然要说多次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重申 中国在马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坚定支持阿根廷在马岛问题上 完全行使主权的正当要求 还根据联合国宪章教训英国人 呼吁英国积极回应阿根廷的要求 尽早启动对话谈判 黑暴期间 英国政府明撑香港暴徒 由新疆台湾问题挑衅 恶意插手中国事务 既然如此 中国人当然是强力支持国家 有空无事就落下英国面 坚定支持阿根廷吧 中文字幕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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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